陈红面对外界质疑,插足陈凯哥跟倪平的感情,他霸气说,跟陈凯哥爱了就是爱了,我不破坏别人的家庭,他也是单身,我也是单身,爱了就是爱了。 三日那恩怨过了这么多年,时不时就被拿出来炒作一下,到底是谁放不下,陈凯哥跟洪晃的婚姻刚结束后,因为一次拍摄节目,他认识了央视著名主持人倪平, 那时的倪平年轻貌美,一身才华,在此之前,陈凯哥跟许晴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,相比于许晴的妩媚性感,倪平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,沉稳端庄,陈凯哥被倪平深深地吸引,而彼时的倪平刚结束了一段婚姻,整个人状态不是太好,陈凯哥的出现温暖了倪平的心,两人开始了六年的同居生活,倪平成为了贤妻良母, 为陈凯哥洗鱼做饭,把家里打理得紧紧右条,他不仅把陈凯哥照顾得很好,还担负起了照顾陈凯哥父母的责任,陈凯哥父亲生病时,他在医院里照料老人,所有人都认为批评是儿媳,他还出现在陈凯哥父亲的葬礼上,忙前忙后你认为陈凯哥跟倪平的婚事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实, 倪平在他的书中也写过,陈凯哥曾多次跟他说过,嫁给他吧,但是他又迟迟不提结婚的事,他还跟倪平说,婚姻的形势难道比内容更重要吗,倪平太陈凯哥了,虽然他很想结婚,但是又觉得陈凯哥说得很对,两人只要相爱,别的形势都不重要,陈冲曾经还告诫过倪平,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的话,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娶你,深陷爱情中的倪平完全失去了理智,他还是选择相信陈凯哥,相信会等到陈凯哥求婚的那天,殊不知那时的陈凯哥早已经变心了,他深陷成红温柔的梦想中,外界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,倪平怎么都联系不上陈凯哥,只能跑到剧组去找他,陈凯哥却安慰倪平说都是假的, 倪平选择相信眼前这个男人,直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不得不去面对陈红,挺着大肚子跑到陈凯哥跟倪平同居的家里,直接逼宫,陈凯哥如果不跟他结婚的话,他就直接从阳台上跳下去,陈凯哥不敢面对批评就给他打个电话,告诉了倪平,陈红怀孕了,他们的关系只能结束了,不知是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,倪平很快就跟别人走到了一起, 但是对于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来说,你做任何事都记不起他一点情绪,曾经说直恋爱不结婚的陈凯哥恨不得立马把陈红娶回家,正是在跟倪平分手这一年,陈凯哥跑到了美国跟陈红求婚,很多人不能理解,论才华,陈红跟倪平天壤之别,论美貌,年轻时的倪平并不比陈红逊色多少, 但是陈凯哥为何偏偏相中了陈红,或许就像陈凯哥说的那样,陈红的美是随心任意,并没有端着拘束自己,非常吸引他,而倪平太贤惠了,让男人觉得没有趣味,没有挑战性,陈红可是有着大陆第一美女的美誉,就连见多时光,月人无数的陈凯哥都没经得住这种诱惑,陈红当年面试风月时,不小心在试镜时睡着了,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,发现陈凯哥正盯着他看,让他非常惊讶和紧张,陈红后来形容陈凯哥的那种眼神特别专一,让他摸不透他再所以有点紧张,陈红并没有像别的演员那样害怕陈凯哥,他并没有觉得他是大导演有什么了不起,这样的性格让陈凯哥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,有一次,陈凯哥跟倪平还没有分手,外界就传出了他跟陈红的绯闻, 陈凯哥以为是陈红故意放的风声,就生气了,没想到陈红说,我用得着高攀,两人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此后,陈红真的没有搭理陈凯哥,反倒是陈凯哥主动求和,陈红公开再次嘲讽倪平是个老女人,没有魅力吸引陈凯哥 网友却发现近些年陈红长得越来越像一瓶,面对陈红的挑衅,倪平却大度回应自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而陈凯哥跟陈红的美满婚姻也一直被娱乐圈传送 一见钟情,跌到相爱24年儿,陈红更是为陈凯哥放弃了如日中天的事业,甘心做他背后的女人 当年陈凯哥向陈红求婚时,但是陈红没有一口答应,她说了句试试看,不行的话再离婚 没想到陈凯哥听到这话就起眼了,她说结了婚就不能在这是她唯一的条件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,被倪平伺候了这么多年的陈凯哥竟然亲自下厨为陈红做饭 这一幕恐怕倪平做梦都不会想到吧,犯来张口的陈凯哥竟然为了陈红放下自己的架子 陈红享受到了倪平梦寐以求的所有,陈凯哥对陈红有多好 她特别喜欢给陈红买衣服,有时候买的太多了,她也不脱运 每次都装满了两大行李箱回家送给陈红,有一年她在拍摄电影《和你在一起》这部剧 其中有一场是过生日的气氛,可是陈凯哥却迟迟不肯拍 所有的人都不懂陈凯哥要干什么,直到最后大家才知道 陈凯哥是为了在陈红生日的时候拍这场戏,这是送给陈红一份独特的礼物 陈红在拍摄大明公辞时,拍摄地点离家里很近 开车差不多只需要一个小时,但是陈凯哥为了每天送陈红拍戏 晚上接她回家,宁可放弃自己的工作,从不说累 而陈红为了让陈凯哥全身心地拍戏,甘心放弃自己的事业 当起了陈凯哥背后的女人,他们共同合作了多部影视 是夫妻,更是搭档,这样的婚姻你羡慕吗?